一開始的話 請各位先下載上次的這幾個檔 這個還在啊 你就 複製貼上 因為你的電腦會還原嘛 所以你還要再下載一次 如果你上次的檔有存起來就直接開上次的檔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 下載的這個 大樓貼圖 把7Zip解壓 那為什麼要先畫大樓 因為不然你等一下不知道車子多大 我們先把這個刪掉囉 我們先回到單一視角 這個相機可以刪掉 從這裡切齁 你按下這個按鈕之後可以切到單一了 按下P 或按下這個小房子再開始 好那我們上次做的是 一個很長的道路 我先畫一個Plan 然後再畫一個方塊 接著齁我們今天就直接畫一台車囉 你這個做用三個 好 同學這個的話呢 同學用比例把它調成不一樣的尺寸 然後再 Dawm 然後車子ot 同學在這裡先畫一台 我們現在切到前世圖 同學我們用線 那就畫一個像我這樣的形狀 那等到同学会多边形建模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跟真的一样 可是目前的话 因为我们只要拍相机而已 所以同学会画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到立体视角看一下 目前的车型是这样 等一下再把它缩小就好 我们把它后退到道路的起头这里 然后用EXT去挤出一个形状 那他把他装四个轮子 轮子用这个 轮子的话用Cylinder就可以了 你画一个就等于画四个 那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打勾 你画的东西它就会粘在上面 好再复制成四个 我们都用分身来做的话呢 事实上你等一下可以联动的调整 好接着把这个做个群组 群组就圈起来 Group 同学把它放在道路的起头 起头用比例缩小 好那把它移到这地方来 那等一下相机会跟随它 那同学透过各个视角的调整去看一下 你至少要开两个视窗才看得到 譬如说我们开两个 一个是从上面看 它应该要移到这里 一个是从侧面看 它应该要贴地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也可以转为P P的话就是立体视角 好同学呢先暂时看到这个场景就好 就是说假设我从这里看 很远的地方有大楼 好那如果说同学 你上次那个大楼档案还在的话 你直接开启 画面还给你 同学你在这里画一个平面 平面的英文是Plate 然后方块当然是Box 然后我们把这三张贴图 快复习一下 同学呢 把图片准备好 直接拉进来就好 这个也不用贴啊 就直接拉进来 一个给一张 好那我这四个排好了 好现在重点是 你要调它的纹路 一定要按下X输入Iveda Map 就是贴图坐标 不然的话它不会成型的 有这个的话 再补充Box型 然后同学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调它的长宽高 你会发觉它的纹路会变动 这个让它变多一点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纹路也可以调整 它的位置都可以 同学只要打开这个东西 叫Gizmo Gizmo就是 这个东西你随时可以动 你看它会跑 就是它的纹路是可以被调整的 好然后你把这个调好的东西 再传给隔壁 什么叫传给隔壁 就直接按住传到隔壁 那隔壁也能够享有刚才的调整 你看这样就好 那瞬间就好了 然后传给地面有没有用 这个就不太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地面的纹路你看它变这样 地面纹路同学你现在把它传出来之后 你可能要手调 就是调到合理 那同学这个调一下 至少线道没有那么多嘛 然后这个宽度可以变一下 那另外一个方向又没有用 好那我们调好之后 就开始大量复制 同学切到上试图 这个案例也是希望同学都复习一下 切试图 切试图的话 上试图是P 然后前试图是F 一个是F一个是T 你只要会这两个试图 基本上就OK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直复制 就是3变6 6变12这样一直下去 那你可以制造一个不同 我就是说我现在选的是这样 那这样复制下去就稍微不一样 那你可以选多一点 譬如说我复制三个四个 它就超过了 我就会到这里 那我们车子在这里而已 所以这里都不用 然后再把这个复制到对面来 就完成了 记得在上试图工作会快很多 好我们按下P之后呢 就回到我们上试的进度了 会变这样 好那车在车子 等一下绑相机 我们就会让它跑 那中间的道路呢 同学用比例稍微调宽一点 宽到这样 好 你看到有点模糊 是因为还没有开解析度 好那现在同学呢 暂时坐到由车子的后面 去拍摄的一个画面 那如果你有做好 你就直接转到这里就好 画面好给你 同学我们现在要建一台自由相机 自由相机的话呢 是左右试图比较恰当的 你要看一下你的方位 我们按下L L就做试图 那从这个试图就可以建一个自由相机 同学呢 按一下X 然后输入Free 会有Free Camera 自由相机按一下 然后我们在画面中点一下 那目前相机的位置 它可能是在比较远的位置 你看在这里 你把它移到车子后面 用移动 同学要开两个试图 然后移到车子后面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相机所拍摄的画面 你只要一下吸 它就会切换 这是相机拍到的画面 可是相机距离 车子还是有距离 同学再靠近一点 然后再稍微抬高一点 那这里怎么抬高 这个你要用手转了 稍微抬高去看 右边是让你看的 这样 然后不用跟那么近 稍微后退再抬高 好那这样子呢 等一下在拍影片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速度感 好这样 那同学呢 现在有没有跟随啊 还没有 最关键的是锁链 同学你没有上锁链的话 是无效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你就记得 当你相机姿势摆好 然后它现在有这样拍 的时候 我这个左右有点歪眼 我再稍微拉一下 好这样比较正了 好那同学呢 就是按下锁链 然后从它身上 你现在要选相机嘛 按下锁链 从它身上拖到车子身上 不要拖错人 拖到车子 放开 它会闪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移动车子的时候 你就发觉它是会动的 就是说相机其实会跟着车子跑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在我还没有上锁链之前 它再有断锁链的话 看一下 你假设你选这个相机 我们再试一次哦 同学我现在断锁链 我们现在移动车子看看 车子就跑远了 它相机不会跟了 所以同学呢 你要把它上锁链 先选这个 然后这个叫链接 然后利用这个链接的按钮 拖到车子身上 这样子的话 你等一下车子在拍影片的时候 那相机就会跟着跑 那它转弯它还跟着转弯 譬如说我这样动 你看 我这样转弯它会跟着转弯 好现在同学呢 试试看 先把你的相机绑到车子身上 那目前的画面 做到这个进度了 画面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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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